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你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制播 轮源 严毅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毅民首席分析师 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笛010号 这里是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的节目 每天下午3点的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珍 问候大家 好的台股今天是小跌24点 但是OTC指数的部分 持续的是收红 今天成交量是来到了1610亿 比昨天略大 今天的盘是怎么看 现在每天幅度都还蛮惊人 可是在这时候 还可以掌握到很好的股票 甚至还可以赚钱 或者是亮灯的话 哇 这个更开心了 赶快来邀请专家 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毅民老师 老师您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本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毅民老师 很高兴 还是在今天下午的一个 固定的一个节目时段里面 跟大家又在空中见面了 3点了 接下这个news98这个电台 那一晃也已经超过了一年多 那在来年还是由严老师 持续的来帮大家服务了 因为这个刚刚约已经签了 所以说 为什么要说这个很好玩 所以说严老师是非常希望说 能够长期的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了 那不管说你们在投资 理财还是股票 甚至说债券金融 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我们这个平台 严老师这个稳超胜券的一个团队 都希望说真的能够帮助到 你愿意去了解的 你愿意说你想做到反败为胜的 这些投资人 那所以说我们的目的上面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那把大家理财的一个透明度 那把它加大 那让大家知道股票里面 不只说有获利 那当然它还存在所谓的风险 那希望说风险跟所谓的获利 能够兼顾 那并行而做的话 每一个人对于理财规划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所谓的走向 那最新的盘是有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成交量 虽然说没有一下子放得很大 但是这三天以来你会发现 这个成交量慢慢开始在做 加温的一个动作了 而且肋骨的部分轮动 它不是那么的明显 那这个地方就牵扯到 个股表现的一个筹码 筹码 那筹码其实的话就是说 有些阻力有些大户 那他们的想法 那比如说今天涨停板的加速 一共有18家 那18家的涨停板里面 你可以去分门别类 到底哪一些是属于一个电商概念股 哪一些是属于一个网通的 还是哪一些是属于5G的 那我还是说它是属于小型股的 我相信你慢慢去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各股表现 在所谓的大盘 还有10个交易日 那以后的话就要进行 所谓的农历的一个封关 我相信这个有绝对性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老师希望是说 每一个人在过年封关以前 都能够领到一个大红包 那每一个人在农历开红盘的时候 都能够盆满钵满 这次也老师最大的一个愿望 那希望说这个兔子年 大家的钞票都跟兔子一样 活蹦乱跳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帮大家提到说 我们在节目里面可能 不定时的会赠送这个资料 我相信的话在12月份的话 应该大家有拿到几份 关键性的资料 股票都不多 那我们在12月15号 礼拜四送给大家的资料 三档股票里面有一档股票 它的代号是1513的中兴店 那昨天在别的媒体有公开了 那应该是昨天是插一档涨停板 今天一样持续在创高 那这张股票其实你的布局的一个方向 你要先认清楚 它就是属于一个底部来开始起涨的 它会呈现所有的多头的一个排列 虽然说没有每天涨停板 但是股价会不断不断的一个电高 它拉回幅度也不是很大 我在我的重要资料里面 我把一些重要的基本面 我帮大家做了一个所谓的精选 那三大报表的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从股东报酬力 高达14%来做出一个观察的一个动作 它又是属于一个绿能概念股的 那今天其实绿能概念股的股票 不只说只有中芯店 还有其他股票其实都蛮强的 都蛮强的 那严老师选择这个中芯店的原因 就是说它的一个成交量比较大 那它的业绩成长性也非常好 那股价不断不断的创高 尤其是针对有一些 可能没有办法看盘的一些投资人的话 可能买个10张20张的话 对他们来讲的话 这个时间的压力上面会比较小了 那中芯店的一个股价的话 我认为还是走长多了 那未来有拉回的一个机会的话 还是可以站在买方 那我们在12月30号 就是演讲会的同时 不管你是打电话进来的 还是说你有来到我们演讲会的一个现场的话 第一档股票我已经公布 是军工概念股的代号是1342的八冠 我相信这个股票在上个礼拜 我公开要涨停板 那本质的话也是持续创高 有拿到的都恭喜你 我今天要公布是第二档股票 我们这个开放给大家来拿资料 都是不用钱的 那只要你符合资格 有登记的都OK 那我们公布股票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当天的一个股票 来到涨停板 甚至说它在波段的行情里面 它接近涨停板 或者是说它创新高都可以 这个都是我们公布的一个原则 那从一开始到最后 我们应该不会去做任何的一个改变 那今天要公布的第二档股票 来 这个代号是6741 重要事情讲两次 代号是6741 那它的名称叫91APP 它是做什么的 它是做电商的 也就是最近 我们不是有那个退税嘛 对不对 本来讲说五千块 现在不是现金六千元 也听到了 不论贫富 这次的才是真的有感觉 其实它有时候都是看到标题 就是说发钱了 有的不符合资格 这次是终于 这次不管贫富 不管大人小孩 因为都是国人 那如果说你是 怎么会多收了那么多钱 其实如果说你是比较贫富的话 这个政府还有加码 那怎么会收这么多钱 那这笔钱 另外的课题 这个钱的来源就是说 可能是这个政院交易税 是这样 我们购献的了 因为它是浮动的 那如果说你赢的钱再领一笔的话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 还有一些什么 地价税 交易税 房屋税 还有一个叫所得税 哼巴当当的加起来 反正就是超收的嘛 那超收本来好像是五千块 现在加码到六千块 对不对 好那可能过年前会发个六千块 那年后 年后可能还会再发一笔哦 那其身你拿到这个钱 你会怎么用 啊怎么办 那不到一张股票 只好买零股 齐生的想法是说 我再去投资 但是很多人想法是说 这个可能 赶快加入老 不是 不敢讲那些 如果说你比较贫困的 可是我去买两包米 我去买一点沙拉油 对不对 是是是 增咖堂电厂 也很务实啊 那如果说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他往往 买个包吗 没有 他会透过那个电商 哦 了解 电商哦 比如说东插台 猫插台的哦 还是这个九一 真的很方便 对啊 很方便 就是电视购物嘛 对不对 电商 还是说这个线上付款的哦 都很方便哦 其实 真的 很方便很可怕的花钱 他们就是反映这个题材哦 那这个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12月底啦 我们就把这张股票送出去了哦 是 那我当时跟大家讲的一个内容就是说 他的毛利率真的非常高哦 这个毛利率高到73% 盈利率28%哦 那我直接在这个资料里面就告诉大家 他是做电子商务的 那再加上所谓的疫情啊 严重的话 他会加速这个电商的一个发展 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非常大 那最重要是 当时跟大家讲的是 周线底部黄金交叉 哦 未来的股价有机会不断的挑战前高 希望大家大破端操作哦 那我今天特别花点时间 把他技术分析的现行跟大家讲一下 他是属于一个 周线的部分是属于两红夹一黑 如果说你有看过老师的著作的话 甚至说你上网自己去查一下 什么叫做两红夹一黑 我相信技术分析 上面的一个几率上面 大概会跟你讲 大概百分之多少 他有机会上涨 好 那这张股票送给你 不用钱了 那希望说有拿到资料的人都赚钱 那当然今天哦 这个时间点距离这个封关只有剩十个交易了 老师帮我们倒数很好啊 我们来开始倒数一下 那我认为这十天哦 你不赚白不赚 当然 因为我认为 我想天天赚 我认为这个地方实习点真的是非常恰当 当然固有的一个想法是 那我就等到过完年之后对不对 好像这个年假放完之后 我这边个人跟你建议啦 那该出手就要出手 我认为这个十天哦 才是比年后可能还要更重要的十天 真的哦 因为有资金的一个效益 那从今天开始1月4号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简讯里面 送出去的第一个大红包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的话 所有的简讯内容全部公开 好 那我们今天有党股票掌听吧 我们今天也会把它公开 来 那会员等级是尊龙会员等级 拿一档股票 代号叫8044的网家 那在早上11点17分 好上涨5点4元 好我把我的简讯内容大概念一遍 网家光号8044 涨了5点4元 亮灯涨停板 好再创破断新高 好我明确的在简讯里面 告诉我的会员还会再涨 请大家破断操作 好一张都不要卖 好要卖的话会通知 好谢谢合作 好 那当然了 这个你真的要卖的话 老师也不会挡你了 我认为说这个买卖是自由嘛 这个股票有买就有卖 但是我在网家的部分 我会根据我个人的想法 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那今天的网家 你去查一下资料 涨停板 没什么了不起 好也了不起 涨停板锁了一万张 好更了不起 那你说那个股价从低党去43块 涨到59块钱 我认为还普普了 那我的标准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有听过我们广播电台的应该都知道了 真正的标股应该会标一倍 那其实这个股票要标一倍也好 它要上涨的话 真的 就是说第一个你可能要看基本面 基本面好股票的投资人比较青睐 第二个你要看技术面 看到技术面就等于说 大户中十户在做什么动作 第三个 如果说它可以背书翻的话 就代表说它在筹码面的一个控制上面 筹码的一个控制上面 是非常的理想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的股价的一个价格应该不是很高 这样子的话 它在操作或是拖动这档股票的时候 其实它的难度会降低 那刚刚好这个网加也好 都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当然我们送资料91APP这档股票 今天跟大家公布了 那今天也不错 今天91APP代号是6711 上涨9.5元 上涨了8.6% 尾盘是差一点点掌听板 有人问严老师 老师他为什么没有掌听板 他明明看到他好像要把它吃掉 明明快要拉涨停了 我个人的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尾盘的时候有一些卖压 挡在那边 如果说最后一笔要吃掉的话 我算了一下大概要一千两百万 那可能认为有人认为是买好 明天再继续战 我跟你讲我对91APP这档股票真的 我觉得我对他印象是非常好 因为他的业绩是比网加要好 网加他的业绩不是很好 那91APP的话它是高价股的 那投资人对他认同性比较大的话 他未来的发展性应该会比较好 其实不管是网加也好 91APP也好 他们应该要感谢政府 这个政府突然这个政策大转弯 那你老师为什么跳过富邦媒 富邦媒其实他是做媒体的 其实股价经过一波的一个操作 他以前股票我跟讲连续上涨三个月 最高到多少 好几千块 也就是股票的一个操作 他是属于一个顺势而为 如果说有人要去做的话 这样股价拉抬就非常容易 像之前的我们看富邦媒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筹码非常集中 另外那时候的大盘的话 他比较喜欢做一些高价股 那现在的话成交量不足的话 一般人而言的话 会做像这种91APP的股票 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91APP的话 他也一百多块 那网家之前有伤过人 因为曾经到2000 现在那网家部分 现在只有59块 网家对啦 也便宜大方 所以说大家会开始有所选择 这个就是投资人的一个想法 叠深了 那昨天我们的节目的测标 跟大家谈到这个板卡 跟IC设计 没错 好板卡的话 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清云跟汉逊 今天一样上涨 只有立台稍微休息多一点 那IC设计今天续墙 那就代表说目前为止资金 以今天而言的话 它是集中在所谓的贵买指数小型股 包含所谓的电子股 那钢铁跟航运 最近的话 我认为 应该休息的幅度应该会比较大 那其实钢铁股的话 还是一样有利多 航运类股的话 一样 它一样在低档区 如果说你手中有这两个族群的话 我也劝大家不要放弃 那只是说类股轮动的一个部分的话 还是要跟老师 所讲的一样 你要买那种领先股 你要买那种强势股 那当然我们今天就直接公布了 我们就是有网家 我们就是喜欢去买这种 所谓的强势股 那IC设计 未来的话 它还是会呈现轮涨的 跌得越深的股票会涨得越多 比如说6233的旺九 昨天涨停满 今天一样续强 涨了4% 这是延续昨天跟大家讲的 3592的瑞顶 高价股的部分 昨天也是创新高 今天一样再度的一个大涨 这个就是所谓的IC设计里面 今天所看到 非常强势的一个股票 包含这个IC设计真的很多 那包含详组涨5% 这个创维的话 也是接近涨了4% 这个都是所谓的延续 我们昨天所讲的IC设计 这些股票 我们今天的测标 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news酒吧的一个标题里面 今天写的是什么 今天写的是两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叫做网家涨停板 第二个叫做9亿APP 再创波段新高 我们也希望大家 未来能够跟颜老师共相胜举 那甚至送资料的 刚刚讲过这个中兴电 今天股价一样是上涨了 接近3% 上涨1.9元 那未来 那什么样股票会转强 我今天就直接告诉大家了 来注意到光学镜头 光学镜头已经开始由弱 转强了 未来会由空翻多 那这个地方 其实你去买光学镜头的话 以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说赚个10% 15% 我觉得是机会性是非常大 那提供给大家参考 但有些人他没办法天天 去盯着大盘看 所以说光学镜头应该是蛮适合大家 逢地来布局的 包含这个保胜光 包含这个预精光 跟所谓的大力光 有钱买大力光 没钱 可能就选择保胜光跟预精光 今天的保胜光亮灯涨停板 它是属于一个创高以后拉回 那今天的预精光涨11块 大力光涨了25块钱 这些光学镜头的 我们未来还是会帮大家持续的追踪 那当然有人喜欢去买这种底部起涨的 那底部起涨有个重点 一定要跌到 没办法再跌的时候你再去买 那有档股票叫做2419的重期 今天亮灯涨停板 亮灯涨停板以外 锁了1.3万张 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 非常标准的 那当然昨天有提到这个材料KY 昨天是亮灯涨停板 今天也是续涨 那涨了7% 其实这种股票你就不用去追了 那很多的股票 其实都是要请大家逢梯布局 那我们最后来聊两个族群 第一个叫IC设计 第二个叫做PCB的族群 那IC设计的话 一样要谈到创为跟祥硕 我对祥硕的看法 其实是非常的乐观 因为它股价经过大幅的一个修正 今天的话开始转强 今天上涨了36块钱 创为的一个股价 也是一样跟创为一样 不断的修正 到今天的话也是上涨4% 那当然PCB的部分 今天跟大家直接讲 两档股票非常强 那就是代号5340的建容 昨天起庭 今天同样起庭 那8358的金区 反而今天在拉尾盘 直接亮灯涨 那这个股票其实比较适合 做所谓的波段 做所谓的价差上面的一个操作 那距离现在封关 只有剩下10个交易日 严老师今天就直接请客算 我是觉得了 这10天的话就是老师帮你出 好不好 那你的话就是直接跟上老师的脚步就好了 未来成交量会放大 量能会逐渐加温 标股会一一的出现 要想在这10天 10个交易日里面想要赚大钱的 想要赚个红包钱的 麻烦你今天马上跟我们的团队 来进行所谓的联络 那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齐生 感谢老师咯 好在这个农历封关之前呢 还有10个交易日 好千万不要放弃哦 因为了你放弃 今天这个8044的网家 就涨天板就没有你的份了 就超可惜的了 好那么也当然很恭喜 之前呢不管是拿到资料 或者是来到演讲会现场 老师分享了12月中 还有12月底的这两次的 个股的这个研究报告的资料 希望大家都有赚到钱了 还有恭喜这个6741的91APP 也创高了 这个电子商务的部分 哇近期的行情正好哦 但是操作部分呢 还是有难度了 那么希望呢 听众朋友长期有收听 认同老师的操作 可以跟老师这边联恰 老师呢这个 有隐隐带过的一些好活动 稍后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大家不用客气 可以来电咨询看看了 感谢我们轮延头顾 首席分析师 严一米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把握老师更多的信息 记得咯 Lite一定要搜寻加入 Lite ID呢 就是小老鼠小写的A518 小老鼠A518 那么另外老师呢 也有提到哦 圆月的行情即将启动 千万不要放过任何一个 赚钱的好机会咯 好 严老师呢 提供给大家大方送的活动 所有打电话进来 或者加入Lite的投资好朋友 只限今天会起呢 从2月1号开始起算哦 也就是呢 从现在开始到2月1号之前的服务 等于是呢 送给您的咯 所以呢 欢迎今天的朋友 赶紧来电 而且现在加入 还可以直升VIP 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 一年一次的大方送 分享给您 02-232-19933 02-232-19933 老师说 这是最大的成语 只限津贴 一定要把握哦 232-19933 232-19933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